大家好,我是瘦虎 今天有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之前自驾出国旅行 滞留在塞尔维亚的汽车已经回国了 现在已经在郑州了 其实昨天都已经联系我了 然后我准备今天沟通一下 今天就去取车 看一下我小院门口的这辆车 这是石头大哥从郑州给我开来的车 我的车呢,它是从新疆回国 然后从新疆拖映到郑州 我今天呢就开这辆车给它放回郑州 然后再把我的车给开回来 在这里非常非常感谢石头大哥对我的帮助 我们从刚开始他第一次来我家 然后我们商量着他开我的车去欧洲自驾 然后到现在他直接给我拖一回郑州 真的非常感谢 中间我们也建立了彼此身后的友谊 现在就出发了 开这辆车不改到小院了 去提车 我们乡下的灰尘特别多 所以来到了我们镇上 把石头哥的车给他洗一下 他给我送来这辆车的时候也是收拾的很干净 导航了一下大概两个多小时 很久没有去过郑州了 直接上高速了 现在来到了石头哥给我发的一个位置 一个工地 就让我把车停在这边 找个地方随便停 就停在这里了 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拖车公司了 都是拖车的卡车 一个数据拿到了车钥匙 去看一下好几个月没有见到的车怎么样了 找到我的车了 看一下 行李箱没有了 刚才是一直找高一点的行李箱 但是没有看到 再放到车里面了 心李箱放到车里面了 看一下这辆车 还是有电的 时隔几个月终于又见到这辆车了 曾一度以为这辆车很难开回来了 从我赛深井申根签证没有通过 我就觉得是个大麻烦 来兜一圈看一下这辆车 很激动啊 现在很激动 就是现在外面可能有点脏 好多水泥的脏 可能拖运的过程中弄得很脏 环球自驾战车 如果说我去六个国家 不算环球的话 那么石头哥开着它去了二十个国家 去了二十个国家的一台车 现在顺利回国 太好了 看一下驾驶座 里面还是非常干净的 毕竟这是一辆新车 新买的才几个月 ATA啥的应该都在箱子里了 这一下可以正常的退回这个押金了 还有一个翻译机 ATA一些文件 烫手啊 这个翻译机现在是烫手的状态 真的太开心了 还有点激动啊 有点视而复得的感觉 从新买这辆车 这辆车都在一直经历着各种事情 去办签证 然后办车的文件 然后出国 真是一直都在折腾这辆车 现在顺利的归来 还是新车比较靠谱啊 在外面跑了那么远 去那么多地方 中间没有一次大修 基本上没有修过 就正常的保养 来试一下一下这辆车 真的是试驾了 那么久没有开一键启动 都不知道开这辆车是什么感觉了 有点热 车里面非常的热 看一下这里仪表盘 好了 31677公里 大家知道 我买这辆车的时候 就是零公里 然后买来车 就在准备出国自驾了 我开了大概有 出头1万多公里 然后石头阁 大概开了2万公里 整个的一个车的行驶里程 都是在国外的路上 太热了 太热了 看一下 还是熟悉的 洗手机拍前面的地方 运动相机 拍前面风景的机会 我坐的 还是这里一个出风口 给手机降温吸盘 虽然是我的车 但是心情就像 又提了一辆车一样 就像新提车的一个心情 出发回去了 找个地方洗洗车 收拾一下车子里面的行李 很多常用的行李都在这个车上 因为本来想的是还回去继续开这辆车 所以都没有带回家 但是导致了这辆车在外面待了几个月 把车开到我小院里面来了 这个车身还是比较长的 准备把里面的东西 我把它拿一拿 看看我之前 出国自驾带的行李 都在这个车里 看一下我这箱子里都有什么 盆 我的包里面的常穿的衣服 经常穿的衣服都在这个里面 还有双鞋子 拖车绳 洗漱包 热水壶也放在这里了 帽子 我经常用三脚架 我在家里都没有三脚架 还有一个 一把椅子 自驾游带的东西很多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个ATA 准备这两天就申请给它退了 打电话 我是盖了有出去的章 也有回来的章 就是它的一个文件是齐全的 石头哥帮我盖的 所以直接就可以退掉 这箱子里面 也是各种东西都有 帽子 我的这手排支架 三脚架都在这里面 所以我都没有的用 充电宝 户外灯 一大堆的 都是我在路上 还有三脚架 在路上自驾游带的那么多的装备 很多朋友都对这个ATA感兴趣啊 它就是车辆开除国门的一个文件 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的就是 大家办理了这个之后 就是出了国门之后 再进入其他国家 或者从另一个国家进到另一个国家 是不需要这个的 就是出国之后就要把这个放起来 就不需要再拿出来了 我这个车呢 是压了十万块钱的押金 就这个ATA 到时候会退下来 十万块钱退给我 就是有一点特别大的坑 就是说 你在进入一个国家的时候 如果在上面盖章了 在出这个国家的时候 一定也要盖章 不然的话 这个押金就很难退回来 还需要再回去 出国的时候也要盖一下 所以很多朋友都遇到了这个问题 可以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我这个呢 是进入哈达格斯坦的时候盖了 然后石头哥出哈达格斯坦的时候 也给我盖上章了 所以我这个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里还有车辆大本 还有行驶证 其实我这辆车呢 买的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还属于新车 这边还有国外的保险 国外的保险 还有一些汽车的文件 就是在通关的时候给你弄的违禁 准备洗洗车 看下这个铁销 玩风呢 哪里凉快往哪里爬 身上弄的脏的 最后在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 很多朋友都一直在操心我这个车的事情 问我怎么开回来 然后各种事情 现在已经顺利回来了 谢谢石头哥 谢谢他这一趟的环球旅行 给我把车带到了郑州 现在已经开回小院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准备收拾一下车 接下来继续改装我的农村小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